妝滾 她的妝真的很濃嗎 欸 哇 這個眼妝不得了啦 往前走 有點迷路 因為她妝太濃 看不太多 妝太濃 眼皮太重 看不見 妳自己承認妳是妝濃一族嗎 對啊 最重是應該就是眼妝 對 因為我平常喜歡化妝 然後特別著重於眼妝 妳是有喝醉的嗎 為什麼妳直接就 疊來疊去的感覺 重心是 我幫她幫她 她給我看她的妝 請問一下彩婧妳出門化妝化多久 化多久 我平常看晚上如果要去夜店那種玩的話 然後可能要會開整個 對啊 要消退了沒 一個小時半到兩個小時做之間 也太久了 這是算快的 這是畫嘴巴而已 她一個一個慢慢的重上去 等一下妳走到牛老師面前 讓她檢查一下妳的妝 看看妳的妝 看看妳的妝化妝化得怎麼樣 走路小心喔 小心 小心 妳不要撲上去喔 我的天啊 天啊 天啊 就給... 好 她不要動 定住不要動 定住不要動 定住 定住 accept STAP S produce mood 超點同問耶 其實他現在這個妝線在日本很紅 是在那個元素那邊他們叫小惡魔 小惡魔 哪裡有小惡魔 小惡魔妝就是他的特色是第一個眼線要很粗 他的睫毛一定要又濃又密的 然後要長 然後最好一段一段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眼線整個的框起來 這是小惡魔妝 然後呢一定要有一點點亮片 在這個眼線之間 要有那樣的感覺 但是這位同學這個小惡魔妝還不夠完整 因為真正的小惡魔呢 髮型很重要 一定要有那種以前小甜甜的那種髮型 就是說你要把頭髮燙成大波浪卷 不然就是要戴假髮 然後呢是金色的頭髮 卷了 你現在真的假髮嗎 真的假髮 真髮 我試試看就知道了 真的假髮 我問大學生 現在學校像彩鏡這樣的女生多嗎 請按圈叉 大眼很多 因為我們學校的啊 很可怕 我們學校的少女都這樣 然後卸妝就像出我自己公園 我 我跟妳講 妳有這個素說素顏 所以如果素顏同學認得妳嗎 對啊 同學認得啊 素顏照 是鐵石 就是不一樣 是鐵石 素顏是鐵石 對 對 素顏照 偶爾會素顏幾次給老師 看看天使的樣子 就是快要吃熱的時候 就是要讓老師覺得說 入園 變乖了 入園 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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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快一點 對快一點 所以我一定看到有假睫毛 因為我會戴上睫毛跟下睫毛 然後睫毛是我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 妳怎麼常去眼科去看診啊 不是我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我那時候過年前就活動太多了 每天畫 對 然後後來就卸不太乾淨 然後又揉眼睛 最後我真的去看眼科 她說化妝品掉進去 所以不會嗎 我後來沒有沒有過 但是妳掉進去妳也很開心 對啊 對 她剛剛好 她更增添那個色彩 就覺得眼睛瞳孔上面還有顏色 就更特別 我要插個畫 你也要畫嗎 好來 你也畫 來 卸妝妝 俄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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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民國七十年的時候念大學的時候 這種我想就像牛老師講的 叫俄妝妝的話 只有兩種感覺 一個是出來嚇人 第二個是在特定場所上班的 哇 哇 真的 厲害了 好 那我來問問看大學生 男生 假如說 女朋友要化妝 然後要妳等妳醉酒可以等多久 包括了這個楊醫師還有 倪惠老師 小劍妳說說看 我等一兩個小時 你願意喔 你願意等一兩個小時 但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采淨妳讓男朋友等過最久 或讓朋友等過最久多久 大概四個小時多五個小時 所以一下課就回去想回家 就化妝 四五個小時 在我老公標二高肯丁也到了 對 坐飛機已經可以到北海道了 因為有很多細節要注意啊 所以就覺得 欸這個不對 然後就要再重新用一次 然後就一直沈沈滴 那妳有沒有時候就很懶惰 說回家就不要出現妝 第二天還是要那個啊 出門再化一次 不定咧 看會是那個通宵到 大概隔多久 我現在知道采淨我的走路不穩 嗯 因為坐了四五個小時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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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咖啡你知道嗎 化太久對不對 好 大飛不願意 我不能等耶 如果個人本身就是個急性質的人 然後又如果 比較快 對 比較快 動作會比較快 而且他如果化妝 一直這樣化一直化 我會生氣 我覺得妳是真的有病嗎 一定要把自己蓋成那樣喔 可是我覺得大飛妳自己頭髮 應該也要花個半個多小時 要去找她 會有正義耶 你要說人家 我沒什麼弄耶 妳那一頭吹這樣黏這樣子 瘋成這樣 弄成這樣 不要認識嘛 妳別講 妳男朋友有一個嗎 有在意過嗎 她有說 妳可不可以讓我看到天使 她不喜歡自己 對啊 我可能就是跟她約一個時間 可是我很早自己都會先 自己人起來用好啦 所以自己要 自己會掌握那個時間 對 所以她是沒有看過妳天使的樣子嗎 有 有 她有嚇壞了嗎 她有說謊 她有昏倒嗎 不合不說 就覺得 她不倒也會就說 伯母不愛說 在那裡 欸 男朋友親妳臉會不會覺得 都傳聞苦苦的啊 不會啊 她不是用黃臉粉來化妝好嗎 怎麼用到用黃臉粉來鋪啊 這是我就不敢親 怎麼會是苦的 神不懂 而且朋友不能跟她玩說 妳白癡喔 因為那個粉就啪 然後妳這樣看的話會噓 然後有一個小尖堆 對啊 所以妳要謝謝她們對化妝品業的貢獻 妳要介紹妳的化妝品業 好 來 還蠻小一包的 對啊 我以為會很多 零三一角 喔 以前帶一個角度看一下 三分之一 對啊 然後 大概有什麼厲害 所以她剛才就是假睫毛就最重要 有假睫毛就鎖上無筋 就可以 浪金天涯都沒關係 浪金天涯 浪金天涯 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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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金天涯 然後就是我這種眼影幾乎都是大地色系配上黑色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好 好 然後這個是假睫毛 然後我假睫毛就是很習慣就會帶兩三層三四層這樣 然後最高紀錄有帶到四層這樣 會一直層層結屁 四層假睫毛 假睫毛也太誇張了吧 不會啊 我一直把它往上就覺得 嗯 所以有人打籃球球來人 一閉就好了 不會受傷 對 球就直接接在那個 那同學你一副假睫毛要用多久 然後 對啊 然後就是都是假睫毛 對不起 妞老師有問題 妞老師有問題 同學你一副假睫毛可以用多久 我可以用很久 因為那個 那個 睫毛膏一直刷上去 就會覺得說就是越來越 就是比較濃密一點 就是比較不會說很淡那樣子 所以我 跟老滷汁有一樣的道理 所以那個湯底鍋湯用一副 加上去 一兩個月用一副 這樣可以嗎 慢慢疊上去那樣 其實這樣是可以啦 只是說它 那個卸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那通常我們會是用一個 鉛筆 然後把這個假睫毛呢 稍微在上面滾一滾 滾一滾之後呢 會有個弧形出來嘛 就不要破壞那個弧形 然後呢 那個膠的地方 我們用酒精稍微 用棉花棒這樣沾的擦掉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就可以讓你的假睫毛 要復活 哦 教你一個好罰 你看大家喜歡用的顏色組合 大概都是這樣子 一定要有深咖啡嘛 對不對 棕色 一定會有 所以那比如說像你 比如說幾種顏色常用 然後有的是 比如說白色沒有那麼常用 你會丟掉嗎 白色怎麼辦 白色怎麼辦 不會丟我會留著 因為它可以就是打亮 就打highlight之類的 然後還有前面的也可以再打 到晚上夜店的時候 然後就是燈光下來會比較亮 這樣看電影是沒辦法哭的對不對 看電影不會哭 一定要憋住 並到回家卸完妝之後 在看著想那個劇情 然後他開始覺得說 天啊 在看著 我就開了 你翻出 對 沒有以後也要請廠商出 以後老師以後你的網站也可以出 就是牛耳讓這些妹妹專用的一種 就是看電影專用棉花棒 要哭的時候就這樣 吸著 吸著 這樣吸就好了 這樣吸就好了 或是吸淚積 對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很想為這位同學發明的這個眼妝 是永遠不掉 就永遠的眼睛就是這樣 可以維持一個月 用奇異筆畫 可是不要傷害 傷害皮膚 我是知道以前那109辣妹都是用奇異筆在畫的 真的 真的 這樣真的對皮膚對眼睛會傷害 因為我在那個徐古亞社谷的時候 就是社谷那個火車站前面的那個麥當勞 那裡就是109辣妹聚集的中心 所以大家要看109一定要去那裡 好多人啊 他們就在那邊化妝 拿的就是這個奇異筆啊 就在那邊塗 難怪 你就給它塗黑啊塗白這樣 常看到109辣妹在加油站出現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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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我們第一位這個算是這個妝農妹 要問一下我們這個前面有未來賓 你們覺得欣賞這個年代像這樣子的女生嗎 誰證賞這配備